阿弥陀佛 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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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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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诸位同修 先开科著 四百一十页 四百一十页 请看 第四行 欲令十方众生 闻佛名号 乃能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乃至下至实念 皆惜得生 这是一小段 这一段开示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法门 怎么讲呢 我们如果能够在临终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念一声到十声 也可以往生 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自己 发的大愿 当然了 这个话也是真的能够做得到 下面继续说 故知众生得度 守在文明 故法藏菩萨愿成佛实 佛之智慧光明 国土之超圣苏庙 导师之名号 这个导师就是指的 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普闻十方 端为众生文明发心 得生极乐 决定成佛也 这些话呢 我们看了之后 感觉到这个语气非常肯定 毫不含糊的 所以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保证我们大家 全都能够成佛 是一生成佛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 去极乐世界的方法 是采用念阿弥陀佛 经常还告诉我们 想要把这个佛号念好 一定要发菩提心 还要做到一项专念 真的成功与佛 完全取决于我们 是不是做到的看破 放下 您把这个世界 放下越干净 那道极乐世界的品位呢 相对来说就越高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天天学习这一个科著 每天大家都在读《无量寿经》 目的何在的 帮助我们看破 那读完经之后 下了课之后呢 就看大家自己啊 各自念佛的功夫 所以念佛呢 时间越久越好 那个数量呢 越多越好 下面给我们解释啊 这个教授 这个教授 他的意思 教授 宣传圣言 明知为教 训悔于意 明知为受 所以这个教授呢 可以当作名词 也可以当作呢 动词 那佛门 说这个教授 一般有个称呼啊 叫这个 和尚 和尚啊 翻成中文的意思呢 叫清教师 亲自教我的这个人 我们就称他为 清教师 请问师父上人 是不是我们的清教师 是吧 你看天天我们 听他讲课嘛 所以他是属于清教师 和尚呢 出家人可以称 那在家人 可不可以称和尚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李世公啊 当年有人呢 就跟李世公 写一些啊 啊 书信的时候 他这个 开头就说 血如大和尚 这个说法说得非常对 因为李世公 他这个在台中 教化众生的时间很长 38年 所以法师 和尚 这个在家人也可以称 但是呢 比丘 比丘尼 沙弥沙弥 这四个称呼 在家人就不能够称了 因为这个必须要替都 还要受这个大监 你才可以称 因此啊 这里的教授呢 也不分出家 在家 都可以称 这样的大德呢 他们是真正有得横 有智慧 有学问 有能力的 后面再说 集 教导 与传授 经法 一礼 之一 像当年呢 李世公 培养师父上 学习这个经教的时间 多久呢 十年时间 那张家大师呢 我们看这里张家大师 教师父三年 方老教授估计教他不到一年 大半年的时间 所以呢 师父上的学佛 是三位老师啊 带他入门 扎根 到最后呢 把他交成一位 奖金的大法师 以后再由韩馆长继续护持 三十年 所以师父上人先有一棵小树啊 后来变成呢 像参天大树一样 所以这个教授啊 功德不可思议啊 后面继续解释 如是之善之师 称为教授善之师 今知经文 乃其简称 亦即导师 所以呢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这个教授就是导师 一般来说佛门里面 佛 被称为导师 而且我们这个导字前面加一个字 大导师 从这儿我们就晓得 这个导师的称呼 或者说大师啊 这个称呼 一般人不可以随便称的 曾经有同学给悟生写信的时候 悟生把这个信打开一看 吓一大跳 他说什么呢 尊敬的上悟下圣大师 这就说得太过头了 您看这个三藏经典 玄藏大师 他都不说自己是大师 他说自己是什么呢 三藏法师 所以禅中的称为禅师 那么律中的称为律师 唯独呢这个 净土中的祖师啊 也可以称为大师 这个跟其他中派的祖师大都不一样 我们这里不是有共着十三代祖师吗 在这个前面 为什么禅中祖师有这个资格成为大师呢 因为你想一下 十方诸佛来到时间 他最想讲什么法门呢 说了千经万论 到底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呢 你看华言法华不就是最具代表性吗 还加上嫩言 原来都是劝我们大家 要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 而禅中这些诸师 这些导师呢 这些祖师呢 个个都是直接劝我们大家 念佛求生净土的 所以我们禅中的从第一代祖师 会员大师开始 他们就够资格称为大师 因为他们的做法 跟十方诸佛如来的这些 教授的方式方法原理完全一样 下面呢再讲到阿弥陀佛 他度化众生有哪些对象 诸天人名 即冤如泪 来生我国 西坐菩萨 这是一段 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意思挺深的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呢 这个法藏菩萨的心量很大 至少人家的心量多大呢 六道众生 你看这里说到一个诸天 那这个诸天呢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里的诸天呢 就不包括四空天 四空天分为四层天 为什么 因为四空天的天人 误以为他生到这个四空天 已经震得大半夜半 所以他们呢不再接受佛法了 佛家告诉我们呢 生到四空天是麻烦事 在八难里面 就是其中的一难 因为他福报大嘛 一直都在想福 可是没有听闻到佛法这个机会 等着他这个福报到头了 古人说嘛 爬得高 摔得重 所以在这个四空天的天人 绝大多数都是要堕无间地狱的 因为当他要死之前 他这个感觉到 我怎么现在要死了 他就心里面充满了 对三宝的怨恨 不满 因为这个毁报 毁报三宝的罪业 导致他将来呢 直接堕在这个 无间地狱 所以啊 这个修行真的 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成就啊 我们说小成就 至少要出六道 大成就呢 要出十法界 诸位同学 我们再想一下自己 无量节来我们修行有什么成就 还在六道里面 是不是 就是天上地狱 这六成境界里面就转来转去 倘若这辈子没有再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哪里有把握 可以鸟筹生死的 太难太难了 做不到 幸好现在又遇到无量寿经 又遇到那幅法门 这个机会我们要掌握住 这里说呢 诸天人明 还有这个鸢儒类 这个鸢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小飞虫 像苍蝇蚊子 而这个儒呢 是指的小的爬虫 你看我们在地上 常常见的蚂蚁 蟑螂 其实诸位同学 我说你要知道 那个在寺院里面 有这些苍蝇 有这些老鼠 有这些蟑螂蚂蚁 很可能这些众生前世都是谁呀 都是修行人 所以他才能够来到寺院 可是呢 因为上一辈子走之前糊涂了 这辈子就堕在这个畜生道 但是还有一个更麻烦的 当他一旦堕在畜生道 他要出来 脱离这个畜生道 容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当年就这样一个例子嘛 有一天佛带着弟子们 参观这个奇 孤独园呢 看这些工程怎么样 就见到地上有一窝蚂蚁 佛就笑了一下 旁边学生们就觉得 哎 你老人家笑这蚂蚁做什么 佛就说了 这一窝蚂蚁 它们是七尊佛都已经硬化 入班列盘 它们还没有脱离蚂蚁身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些蚂蚁呢 非常执着 那个蚂蚁的身体就是它自己 它死了之后呢 再去投胎做那个蚂蚁 你看那个执着多重啊 不晓得大家家里有没有养宠物 如果你养猫啊养狗啊养鸟养鱼什么的 可要知道这些动物啊 它们很多生很多世啊 没办法摆脱这个畜生身体 所以呢 如果您在遇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一定要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基督 后面念老了再跟我们讲 群生之类生起国者 无有二圣 为是菩萨 必补佛位 是法藏大愿 成为一圣愿害 六道众生生到极乐世界 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只要到达极乐世界啊 个个都是阿维耶智菩萨 将来呢 都能够啊 达到这个后补佛的位置 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什么身份呢 八地菩萨 八地再上去就是九地十地 十一地 十一地就是后补佛 以后圆成熟了 您自然然呢 就知道要去哪里度化众生 诸佛同学 我们想一想啊 当您往生到极乐世界 会不会再回到图文巴 帮助跟你有缘的人呢 肯定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儿我们跟很多人都熟悉嘛 您在澳洲认识那么多澳洲人 那么多华人 当然要回来呢 帮他一把 可是我们现在啊 要帮助家人 帮助这些澳洲人 难度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功夫都还没成就 我们自己的智慧还没有现前 我们自己的能力呢 还没有出现 所以有心有余而立不住 因此我们今天呢 自己务必每天念佛 读经听经都保持 像有的同修啊挺难得的 可能平常呢 自己念无量寿经呢 没那么多变数 甚至于呢都不能够把整部经念完 可是当他哪一天呢 到寺院里面来听法师讲课 法师就劝大家要念无量寿经 他回家呢 自动自发的把无量寿经 就念完 念完一步 这就是听经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 古人记载这些例子 也都告诉我们 能够走进寺院大门 走进讲堂听经 那个缘分太殊胜 在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小商贩 做小生意的 他有一天呢 这个商品都卖完了 然后呢刚好就经过一个寺院 口渴 就进去呢 要点水喝 就喝了水 恰好这个时候 寺院里面有法师正在讲经 他就坐下来就听了一堂 听了很高兴 他就发了个大心 发什么心呢 把他今天赚的这个钱 通通的供养这个寺院 你看他就做这么一个好事 后来呢 他到了明朝的时候 你看从宋朝到明朝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元朝嘛 唐宋元明清 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那个小商贩 他的福报就现前了 由宋朝的一个小商贩 到明朝 他就升级为一个大将军 这个人叫做曹汉 但是当了将军福报现前 麻烦又来了 傲慢心中 陈心中 陈心有一次 下达命令 攻打江州城的时候 好不容易把他打下来 下达命令 屠城 男女老少 军民一个不留 全部都杀掉 这个罪就造得中了 等到死了之后 第二生就变成猪 后来呢 有一个图夫 有一个园外 晚上呢就是 要到一个地方去 就听到对面呢 有这个猪叫的声音 因为他晚上就在船上做了个梦嘛 就梦到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将军 来托梦求帮忙 他说我就在你的对面 斜对面你过来救我一下 他就请那个船夫划船过去 果然看到一个屠夫要杀几头猪 而且那个将军跟他说 我就叫曹汉 他就看了那么多猪 那个圆外嘛 看了那么多猪 他就对那个猪群呢 就叫了一声 曹汉 果然呢 其中有一头猪呢 就 回应了一下 别的猪 还在那边呢 就是没吭声 就这一头猪 就哼哼哼了两下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为了再确定一下 曹汉 还是那头猪 哼哼哼了两下 哦 是他 于是他就发大心了 从那个屠夫那里 把这头猪呢 就买下来 然后把它养起来 养在他们家 可能一个猪圈里面 当然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嘛 所以很多人呢 都挺好奇的 这个猪还会听得懂人的声音 还知道他去叫什么 就算他叫曹汉吧 所以旁边那些邻居 就来到猪圈呢 就叫这头猪 曹汉 每当别人叫曹汉 那个猪就很乖 他都会硬 就这样子 你看这不是佛家所讲的三十月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修行呢 一天都不敢携带呀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我们呢不求 学佛之后 再得到人天的福报 为什么 如果您下一辈子 是大富大贵人家 很可能怎么样呢 作威作福 伤害大众 这个罪业 太可怕 看看那些 造作极重罪业的人 都是大福报的人 都是有大权势的人 所以我们 如果要当官 您有这个大的财富 如果没有高度的智慧 来帮助的话 那造恶业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这里呢我们就看到 法藏菩萨呢 他所发的怨海呀 挺了不起的 他是一圣怨海 他不是菩萨圣 不是声闻圣 不是圆觉圣 是一圣 也就是说 是要帮助我们大家成佛的 这一点呢 我们把这个一圣怨海 留在后面第六品 再给大家细细的报告 他是专制的四十八院 同时啊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是各个西成佛国 那个西就是全都的意思 我们全都成佛 底下进一步讲 乃亦佛圣故 无二亦无三也 是故三倍往生 皆需发菩提心也 这句话呢 当我们以后 学到第二十四品呢 再跟大家详细的报告 其实呢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汇报这个 石门开启的时候 也有特别强调这个发菩提心 真的 能不能够去极乐世界 关键就看大家 是不是想去极乐世界 你看乌生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想不想去西方进度 你都是反应很快 都点头 而且露出了非常欢喜的笑容 这个很好 这证明大家啊 这个过去深中 那个善根福德因缘无比深厚啊 可是还是有人呢 听到进度法门 他也不排斥 他也不毁谤 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想呢 我现在还不想去 他心里想 他只是不说出来 为什么他现在还不想去啊 他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还不错 至少比一般人呢 那还是好很多 但是他就没想到 他这种目前还比较满意的 比较满足的生活状态 能够维持多久呢 我们说的很现实一点 我们能够活多久啊 好像上周吧 有一篇报导就讲到 有一个男的 115岁 这是目前全世界寿命最高的 115岁 刚刚往生 好像是个印度人 我们只是看到那个标题 没有细看 想一想啊 115岁 其实这个 年龄达到这样一个地步 快不快呢 应该很快 就拿无声来说好吧 19岁出国 现在这3月份就53岁了 你看那19 就多少年了 34年 这一弹子就34年 想当初离开武汉 那个镜头记得一清二楚 到达香港 坐飞机 再到夏威夷 你看 现在53 然后再谈第二次 谈第一次吧 34年 再谈第二次 那就是87岁 那再谈一次呢 就到头了 就肯定 肯定要走的吗 这不走也都要走的了 所以时光如初啊 要抓紧时间 真的要争分夺秒 那个头脑清醒的 他会为来生后世设想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着急念佛求往生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年龄 当您现在已经到了90岁的时候 您肯定就会为来生后世设想 我们现在都非常年轻 所以呢 这个放下 还没有太注重 那为什么还做不到这一点呢 为什么放下不够彻底呢 事实真相没看清楚 如何帮助我们把事实 搞得越来越清楚呢 自己要用功 自己读经要保持 自己听经不能够间断 所以这个经教的熏修啊 天天天都要坚持下去 下面呢 是总结的这个话 我们再来看底下一个问答 我立誓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凌可得佛 法杖菩萨呢 他发了这样殊胜的大愿 他就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就是说我的愿呢 是超过一般人的大愿 但是不知道啊可不可以 他这个愿呢挺特殊的 不但自己决定要成佛 他还怎么样呢 他还要帮助一切有缘众生都要成佛 而且到哪里去成佛呢 都到极乐世界成佛 这下面呢跟我们说了 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宁可得佛 愿己佛国 胜余佛国 不知能否请佛垂讯 你看这里的用词啊 都非常的谦虚 他讲了垂讯 由上往下嘛 就是垂讯 他就要请他的老师啊 给他做这个开示 希望老师呢能够给他一个指引 当然我们知道 他的老师也满足他的要求 前面我们有见到 在五节当中 他辩访 210亿诸佛刹土 全部考察过 看到了这么多的诸佛刹土的优点 还有他们的缺点 他呢 挤人家的大臣 去除人家的糟粕 设计 建造一个新的国土 这是他的一个理想 可是他不知道这样子做行不行 他还是有这样一个疑问 我们想一下 一个学生能够有这样的大院 那老师听了之后 做何感想呢 纵然呢还没有说之前 老师心里面呢 也一定是很欢喜的 所以底下呢 我们就看到他的老师啊 就这个话 要跟他说了 佛为正成 你看 这个佛就是世间自在亡如来 为他亲自证明 你呢 这个大院是可以兑现的 下面我们看他的老师啊 怎么跟他讲的 世间自在王佛 即为法障而说经言 譬如大海一人斗梁 经历结束 尚可穷敌 这是一段下面解释 有段大一 就是刚才的经文 佛达法藏曰 譬如一人一斗 量取大海之随 久经时节 尚可穷见海底 这是一段 因为这个经是三千年前讲的 三千年前讲的 所以呢 还是用古时候的那个 称量器皿 斗 大家有没有看过斗 悟神记得以前小时候 跟着妈妈到这个粮店 买了个米 我们以前小时候是怎么买米啊 拿个米袋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印象 拿个米袋 然后还拿那个粮票 现在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两票是什么 以前还有布票 还有油票 一张一张的 那这个 有时候呢 如果先说要买多少斤 如果买多一点呢 那个营业员呢 他会拿一个像斗那个东西 因为它很标准的 一摇起来把它推平 那刚好也是那么重 所以这个斗呢 它是古时候官方 特别制定的一个称量器 这里呢 世间自在王如来就告诉法障菩萨 如果有人发大心 用这个斗 咬这个海水 经多长时间呢 久经十节 就是说 他的寿命长 他就一直不停地咬这个水 总有一天呢 会把这个海水呢 咬干 其实这个答案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 做世间法 还有出世间法 真的一定要有 持之以恒的那个毅力 如果没有这样的恒心呢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成功 所以这个话呢 都在提醒我们 要做到精进 下面呢 进一步来说了 这是给他鼓励 第一 人有志心求道 人有志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克国 何愿不得 话这样一讲出去 我们相信对这个法障菩萨 是有很大的鼓励的 下面再跟他解释了 人能以至心求道 人能以至心求道 这个至心呢 就是至极的心 精进不移 必接得果 这个以啊 就是停下来的意思 我们就说那佛法门好了 大家真的想要成就啊 功夫成天 真的这句佛号 不能够间断 但是我们又做不到不间断 还是会累啊 那如果真的累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年地先老上 就教他的徒弟 过路将老法师 那个方法说实在的 不但适合八十年前的修行人 也适合我们 也适合后面将近九千年 念佛的所有同修 地老怎么讲呢 念累了 休息一会儿 休息好了呢 接着在念 郭露将老法师 他是一个文盲 他不认识字 这在我们一般来看 他是下下跟人 可是人家坚持到底 三年时间 居然由下下跟 一下子跳跃到上上跟 凭什么这样说 就从他走了那个样子 第一个走之前 他知道他哪一天要走 是不是 他先到城里面跟他的 可能固有啊 亲戚呢 辞行 看大家这回 回来之后呢 就站着往上 而且他这个 身体 他断气之后 还站在原地 站着三天三夜 我们先不要说 一个死人 站三天三夜不动 我们活人 能不能够站三天三夜 不动啊 不要说三天三夜 恐怕三个小时 我们腿都麻了 是不是 腰酸呢 这证明我们这个 念佛的功夫啊 远远不如这位 老法师 而且呢 而且呢 他这个下下跟人 升到极乐世界 也居然是阿维悦智菩萨 是八地菩萨 那八地菩萨 不就是上上跟人呢 所以念佛的妙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因此这里讲嘛 慧当克果 这个慧呢 一级老法师 他解释 这个慧啊 就是接的意思 就是都 韩国 谨心老法师讲 这个慧就是必的意思 必定 那个必 而这个克果啊 克 一般我们现在是把它写成 克服的克 它的意思呢 有四个 就是杀 必 碎 得 那把这个克果 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讲 以自己的力量 来取胜 当然了 这是比喻 又有何愿不能求得 一个人做事情 他都能够坚持不懈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决定会 所以这个修行呢 贵在呢 一心一意 我们做任何事情呢 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啊 三心二意的人呢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能够成功 像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很年轻的 这些小朋友啊 还不到二十岁 就看他好像没去上学 我们就很关心他嘛 就问他 你怎么现在不去上学 别人都去上学 你不上学 他说什么呢 我已经高中毕业了 那高中毕业的应该再去读大学啊 他说 我现在不想去读大学 我现在想去工作 我说你就想 你怎么现在就着急去工作 难道你们家里经济条件很差 非要亲弟出去打工 赚钱养家糊口不成 看起来也没那么严重嘛 当然我们也没有跟他深入探讨 不过呢 观察他这个外表也可以看得出啊 他的心太浮躁了 看书怎么样呢 看不下去啊 所以他呢对这个读书性质不大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这个年轻人他只有高中文凭 他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吗 是不是 同年龄的人 人家在读昆道 或者是格里菲斯大学 其他大学 那他呢 只能够做那个低薪的工作 所以人呢心进不下来 损失就大了 世间法如此 那初世间法呢 也离不开这样一个原理原则 下面是清朝彭老居士的一段开始 彭少生居士 无量寿经 起心论 是曰 这是他给他自己 解录的 无量寿经的版本呢 做一个注解 叫做 无量寿经 起心论 在注解里面 他讲 法葬云 我发无上正觉之心 当之 无上正觉 一切愿亡从此出生 一切净土从此建立 才发此心 极乐庄严 一时俱足 故约 至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果 和愿不得 这是一段 法杖菩萨呢 他这个发大心了不起 他发的不是一般的心 他发的是无上正觉之心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什么叫无上正觉之心呢 就是当年会那个大师 第一天见他师父 说那个话 他是什么样的愿心呢 我是来成佛的 你看这种口气 他师父 红人大师 听的时候特别高兴 为什么呢 连神秀大师 都没有讲这个话 他居然一个 24岁的小伙子 这刚刚才入佛门吗 居然有这样的心愿 很欢喜 这里所讲的一切愿望 就是阿弥陀佛 所发的四十八大愿 四十八大愿 到底从哪里产生呢 是从智慧里面产生 是从大慈大悲里面产生 所以我们大家修行呢 务必要找一个最佳的一个榜样 来模仿 来借鉴 来效仿 这么多榜样当中 这么多诸佛菩萨当中 其他诸佛都很谦虚 你们都跟阿弥陀佛学习 这是佛所讲的 所以呢 我们读四十八愿 就在了解阿弥陀佛的为人是什么 真的细细看了四十八愿之后 再看一下注解 解释他的这个注解 你就更加钦佩 阿弥陀佛的志向 心量 不可思议 下面呢 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 这和 一切法 不离自心固 为什么前面这个开始这样子讲呢 这里讲到啊 一个事实真相 所有一切法 都是由哪里产生的 心想生 大家如果看过 愣切金 其实愣切金在中国是很有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达摩祖师他传法 他传给慧可大师 就是用的愣切金 学维士经的人 学维士经论的人 他一定要学 愣切金 里面有这样两句话 叫 自心限量 不断之无 您说 自心限量 跟这里所讲的 一切法不离自心 意思一样不一样 完全一样 佛们还有这样的说法 这是大神经里面所讲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 在华言经上说 万法为心造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宇宙从哪里来的呢 都是由我们心相生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意念作用太大太大 也就是讲 我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希望家庭和乐 希望这个世界太平 希望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平安无事 真的不能够有贪嗔痴慢 假如说有那些恶恋 还有恶语还有恶行 肯定就把这个环境破坏了 直接第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身体 真的身体好不好 跟谁有关系啊 就连那个医生 尤其是那个心理医生 大家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 很好 那证明我们精神状态很正常 可是我们听说西方国家 那个心理医生好像蛮热门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得一种什么病呢 不晓得大家见过面 叫忧郁症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呢 心情不舒畅 所以他请这些心理老师呢 医生呢帮他辅导一下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佛经 您觉得佛菩萨 是不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啊 那是最好的心理医生 真的从根本上来调伏我们的这个心 有一本书呢 也蛮好的分量不大 是唐朝时候的 《贤手国师》 看完《华言经》之后所写的 《修华言傲指望尽还原观》 这本小册子啊非常好 真的你看它分为两个大段 两个部分 前面三个段落呢 就讲整个宇宙这些万法 它是怎么来的 还有呢 我们将来怎么正得佛的果位 我怎么能够明心见心 文字不多 但是啊 真的是我们现代众生 人人都想了解 都想要做到的事情 这里说 不理自心 一切法都离不开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这个心呢 变化呢也是变化挺大的 其实呢这个话我们只能够说一说而已 我们能不能够见到这个境界 见不到 你看《华言经》上面就说一个事实 说那个速度快 叫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说他生 那个当下就灭了 说他灭了他又生了 说他生了他又灭了 那到底多快啊 还讲的不够详细对不对 那弥勒菩萨呢就说的具体了 他说一坛次 这样子 有三十二亿 百千量 假如我们一秒钟当中 谈五次 那五乘一个三百二 就是一秒钟当中 有一千六百万亿次的 相似相续的生灭像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 旺行变出来的宇宙的真相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是这么快的频率的变化 这张桌子呢 这个讲堂呢 这个整个地球呢 整个太阳系都是如此 那换句话说 整个这个司法界都是个什么 状态当中呢 都是个动态 因为它是阿勒耶变现出来的 所以《金刚记》里面有句话说的好 凡水有象 皆是虚妄 您再看一下《大藏经》 它里面有个部头最大的经典 叫《大般若经》 六百卷 您读完之后啊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得 有这样的体会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吗 听了大人讲这样一句话 不要当真啦 都是假的 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这个买菜嘛 这竹篮子大家都见过咯 你看这个水哦 你用那个竹篮子去盛它 装不装得了呢 不可能 它都会漏掉嘛 所以说这个世间 您当再大的官 给您当上这个 人间的富贵至极的 转轮身亡做金龙王 又怎么样 还是会死 让您升天到天上去做 摩西首如天王 这是设计天 第四禅天的天王 那么初禅天呢 天主教大范天王 还是会寿命到头 终于是到这个 四空天最高的 飞翔飞飞翔出天 也只不过是八万大几 所以哦 这整个六道是不可得的 十法界不可得 那一真法界呢 一真法界也是不可得 那什么才是真正可以得到的 可以永远拥有呢 就净土中来讲 叫长极光净土 那才是我们最后的 皈依之处 所以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啊 真正的目的就是 以后回归到长极光 我们是暂时 在这个十暴土 一真法界修行 听佛讲经说法 不断的提高 到最后呢 把这个妄想分别之处 还有袭击 通通都舍弃掉 当然第一步 我们是要有把握 先去极乐世界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如果不去极乐世界 后面很危险 哎呀 现在啊真的 很多事情呢不知道还好一点 一直到啊心里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尽量的呢 电视不要看 电脑也尽量少上网 您不用工作 也不用做作业的话呢 就尽量少看这些新闻媒体报道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您的手机 能够不要跟人家联络啊 就尽量少跟人家联络 为什么 古人说的好吗 知识多时烦恼多 是人多粗 是非多啊 所以我们看到古时候的修行人 他想要得定 想要开悟 他怎么做呢 他是远离人群 远离这个闹区 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清修的 当然了现在在家同修 为了要维持生机 为了要养家糊口 他不得不天天要接触大众 这是没办法 可是一旦自己呢 有这个假期的时候 就最好是呢 把这个时间安排好 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 然后呢 要么自己单独修 要么就是家的人一起来 选择哪一天 或者哪几个小时呢 专心念佛 这个好 假如说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的 那这样的同修是最福报的 其实乌生有看到吗 我们学院就有一些同修 福报挺大的 以前我们在山下的时候 在布里斯本那一两年的时候 也看到当地一些同修 福报挺大的 福报大 但是他不肯念佛 这个我们学的挺可惜的 那么大的一个念佛堂 真的我们进去的时候 常常都是空空如也 只有佛像 只有偶尔几个同修在里面绕佛拜佛 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大殿 没有人进去用功 非常非常可惜 当然我们找出这个原因何在 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一下 大概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 这个道场的负责人 他有没有重视这个念佛的重要性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道长他有没有法师天天 劝大家念佛 怎么会劝呢 就是天天奖金啊 所以想当年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那是98年嘛 我们到那边去 只待了八个月 其实那时候悟生都不想离开新加坡的 后来来到布里斯本了 又跑回去了 但这是请假 本来跟师父讲话就不想再回来了 但是师父呢还是希望我们回来 其实那时候悟生就打算在新加坡念佛往生的 因为那个磁场太好了 每天就从早到晚就是念佛 白天念佛晚上就听师父讲经 还听别的法师讲经 你看每天的生活多单纯 不是听经就是念佛 所以在这样一个磁场之下啊 这个人他就很少很少有妄想冒出来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说 这个缘呢还不是很具足 希望大家尽量利用这个佛堂 多去绕佛 多去拜佛 在家里面呢 诸位同学你也可以尽量的多读经 多听经 多念佛 不要浪费哦 这个每一天的时间 如果一旦错过这个机会 你想要再用功念佛 恐怕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这样的话 物生其实都讲了好多遍 我们这边呢 地方是挺大的 但是就是如果呢 其实我们学院这边还是缺乏人手 如果这边有多几个男众法师就好了 再多几个女众法师 再多 多五六个 那几个法师呢 专门就跟大家讲金 他就负责讲金 那另外几个法师呢 就专门负责念佛堂 就是领众念佛 那几个法师就不离开念佛堂的 就轮班嘛 早上几个下午几个 到了晚上再几个 大家就不会太累 如果能够保持到 二十四小时 法师都在里面带领大家念佛 您看那个氛围就不得了 我们敢这样讲 那肯定是澳洲第一道场 那我们这边讲堂了 就是也是每天有法师轮流上台讲 要么讲弥陀经 要么讲无量寿经 要么讲行愿品 要么讲圆通章 都可以 一直讲 所以呢喜欢听金的同学 就是进来听 听完之后呢他就去念佛 这个好啊 这叫解形呢 并重 解形相应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抓住这个机会 要自己督促自己 下面呢是啊 这个 黄连老所讲的 彭氏之说 道出世尊 此答之本意 前面呢 彭老居士的这一段开示呢 说出了世间自在王如来答复 法障菩萨的这个本意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后面说 该发起至心 必寒 必寒 圣国 真的这个人呢 他这辈子有没有殊胜成就 要看他那个音具不具备 什么音呢 就是他有没有发那个至心 什么叫至心呢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他有发一个真心 什么又叫真心呢 就是要发一个我想称佛的心 我想到极乐世界 一生成就 无上圣果的心 宁肯发在那心 将来决定能够赠得圣果 那个圣果就是指 称佛 因侧国海 花果同时 这就说明呢 因跟果呢 是同时的 这一点 凡夫见不到 但是圣人 佛菩萨见得到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一种植物啊 它比较特殊 它是呢 当您看到它开花的时候 同时也见到什么 见到果 果实 是哪种植物啊 莲花 是不是 你看莲花 它一开敷的时候 里面就有那个莲蓬 大家吃过莲蓬吧 好像物生已经好多年没吃过 记得以前小时候 常常就是父母呢 买这个莲蓬 这个莲花呢 就代表因果同时 所以佛们呢 常常呢 举这个莲花 来表发 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要尽量 记住佛所说这个话 世间一切现象 都是寥寥不可的 真的 知道世间法 都是相续相似的假象 您还有什么事情 让自己不高兴的 我们为什么 这个念佛功夫还不得力呢 就是因为 总 以为这个世间 一切的一切都还是真的 总认为呢 这个世间的物欲的享受 是真实的 你看现在一般人 不要说现在一般人 以前古人也是这样子 大家都很在乎 四样事情 他在乎的东西很多 最主要是四样东西 他肯定喜欢 才设名利 谁不爱呢 人跟人之间见了面 所讨论的话题 不外乎这四样东西 这是他主题 可是 如果心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些东西 这在促成他什么念头在增加 他 贪心 其实他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还是觉得不自主 他已经是欲望佛翁了 还希望更多 他已经当上总统了 他还想怎么样呢 下一届再选他 他还想连任 做了第二届的 他还觉得 第三次再来试一下 你看这个欲望没有编 下面进一步说 一切因果不离自心 无有一法 居于心外 佛门讲啊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 自心何其重要 我们听说 不少国家 他这个环境污染 很严重 我们不要说别的 就说澳洲好了 澳洲污染严重不严重啊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澳洲 也做了很多次的核实验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一查之后就知道啊 我们这个国家 在陆地上 做了很多次的核爆炸 在一些小岛上 也做过核爆炸 不止一次 那么炸过之后 这个污染的环境 有没有把它清理干净呢 有没有把它恢复的原样呢 那留下这些污染的原 假如那些其他的游客 居民 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 曾经被核污染过 他们如果住在这儿 到这儿来游览 那他受到的伤害 谁来负这个责任 所以啊 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啊 很多地方都不尽人意 像这些事情呢 我们都不知道 有很多事情呢 都被媒体覆盖住 他不肯报道 甚至被官方呢 禁止 不像在极乐世界 任何地方 任何场所 您所遇到的人 都是好人 您所居住的环境 都是绝对清净的 没一点点污染 为什么这样子啊 因为那边的所有佛菩萨的心 都是达到了 纯净 纯善 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环境 真的不能够 只是想到啊 把这个物质环境把它处理好 就忽略了一个重点的地方 我们的心态 我们既然环境好 但是还是会有 谈成是慢 人我是非 还是在追逐 五一六成明文立养 这个环境 纵然是好 它也会变坏 从国内来的同修呢 想必您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假如您道一句儿 这个千年古差 不管是佛家道场 还是道家的道场 像我们以前 住在湖北嘛 湖北有一座山 很有名的 叫武当山 大家有没有去过 武当山很有名的 如果您真的上山之后 真的 就感觉这个地方的磁场 特别祥和 特别宁静 这是道家的 那为什么这个环境这么殊胜呢 因为这个地方 世世代代 都有道家人士 在这边修清净心 所以这个磁场 就被它转变了 那在家同修 您家的环境 可不可以越变越好呢 也可以的 怎么把它变得越来越好呢 从上到下 我们每天都修清净心 都修慈悲心 都修平等心 您所俱的环境 一定是非常舒适的 那 虽然是 很便宜的房子 但是住在这个里面 一团和气 那这样一个磁场 不管是谁走进来 都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不要说走进那个房子 感觉到磁场不错 他在外面 车子一停下来 还没有走进大门 经过那个草坯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这个房子的 氛围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房间的主人 心态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都提醒我们 求自心安乐 最重要 下面一段开示 是我们禅宗 是我们禅宗所讲的这个 疾风语 他说 辱自思维 修和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这是一段 下面说 这个下文里面呢 说了三个字字 第一个呢 辱自思维 接着后面一段 是辱自当之 还有第三段 是辱印自色 这样就连续说了三个字 世尊不直接作答 但只指三个字字 时世老婆心切 这叫老太婆 老婆心切 生意存焉 为什么他的老师 在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不直接告诉他呢 因为啊 一桩事情要成就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个人努力 才行 我们打个比方吧 就好像宁罗 在学校里面读书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老师 他们只是呢 增上缘 可是您想要拿到一个小学毕业证书 拿到中学毕业证书 大学毕业证书 还是要靠谁去努力的 还是靠自己吧 别人只是帮助您 鼓励您 劝您 督促您 但是呢 拿到文评呢 还在靠自己 发愤 图强 这个修行呢 也是如此 所以他的老师啊 只是给他 做一个辅助 那么这三个字啊 道理很深 他的奥秘呢 不可思议 下面再说第二个字 如所修行 如自当之 底下呢 是日本俊帝老法师 在《无量寿经》绘书里面解释 如自当之 他说 如自当之者 例如法华三指说 其意深广 不可不可容易说故 不可容易说故 底下念老啊 他就进一步解释了 他说啊 这个俊帝老法师这个讲法呢 讲的太好了 因为在这个法华经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叫直指不须说 那么这句话呢 正是经经之意啊 这一句经文就是我们本经里面所讲的意思了 这个直指 那个指啊 就是停止的意思 那直指不须说呢 就是说 你停下来 不要再说了 六主曰 密在乳边 大家应该看过六主法宝谈经吧 里面就讲到嘛 这个霍伦大师逃难嘛 他不是开悟之后就 师父命令他赶快跑 他当夜就溜了 他还回到他的故乡 可是后面呢 有人在追他 有一个人就居然追上了他 别人没找到 有人就找上 那个慧明老法师 其实就是他的师兄 那么慧明老法师呢 他出家之前是一个将军 四品将军 那如果说 那霍伦大师个头长得比较矮小 如果两个人动手的话 那肯定不是 那打不过他 他想 哎呀 这个慧明法师是来求一波嘛 那就给他吧 他就把这个一波 五祖的这个一加三嘛 还有一个波 就放在这个石头上 他自己躲在这个草丛边里面 你要的我就让给你 哎呦 那个慧明老法师一看哦 哎呦 一根波在这个大石头上 好开心 他就要用手去把它拿起来 就当他要拿的时候 居然怎么样呢 他拿不动 他这个人呢 反应挺快的 不可能啊 我一个四品将军 我体力这么好人 怎么拿不动呢 一定是有护法神 把这个波啊 跟一呢 摁住 护法神嘛 用那个神力把它压住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波的主人不是你啊 是慧能大师啊 你没份啊 你不够资格 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回光 转意哦 很快 他知道自己错了 于是他就赶紧就跪下来 他说 他也不晓得能大师夺阵了 他就赶紧说 哎呀 人者我 我不是来 我不是为一波来的 我是为了求法来的 这么一回头啊 那慧能大师就出来了 然后呢 他就坐在这个石头上 这个时候呢 慧明老法师就跪在地上 合掌 请法 慧能大师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就当他把心呢 静下来 跟他说 不思善 不思恶 如何是 明上座 这个明就是慧明老法师 上座 是佛门的一个称呼 明上座 本来面目 就在这一句话之下 慧明老法师怎么样 他居然就开悟了 所以他也是呢 慧能大师 四十三个 正国的 弟子里面的一个 等到这个慧能大师讲完之后呢 这个 他又请教 慧能大师一个问题 那还有没有别的秘密啊 慧能大师又回一句 秘在乳边呢 你所讲的秘密 这讲奥秘嘛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在我这 在哪里呢 在你呢 请问 在我们哪里 在我们心里 是不是 在环境上讲吗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所以呢 这个 慧明老法师 的的确确啊 也是跟 慧能大师缘分很深 你看 他在 吴祖宇宙人大师会下没有开悟 他是在 混人大师会下开悟的 这就是他们过去生中哦 各自的姻缘不相同 所以啊 我们对于现在这些明德学校里面的小菩萨 一定要每一个同学都要护 都要好好的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因为这些学生当中 肯定有过去生中啊 具有大善根 大福德 大姻缘的人 我们现在呢 要针对个人的这个特点 古人常讲的叫 因财 施教 要不断的 提醒他 辅助他 点拨他 说不定哪一天呢 他的成就比我们大人还要大 这个话如果说出来 那就很多话都要讲了 它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 说到这 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 帮助这些小菩萨 一天都不能够松懈 你想要让自己的小小孩子 成为人才 一定要在 伦理 道德 因果 这三个方面呢 把那个基础给它炸下去 我们常说德行 先培养德 不像现在一些家长 我们 看得他也蛮 蛮辛苦的照顾他的小孩的 但是照顾他小孩 帮助他小孩 着重在哪个方面呢 财 财华 能力方面 但是在做人方面呢 这小朋友就没有把那个根给先炸好 所以我们看这个观经 观无量受复经 第一符就讲到要做到 根治根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 十善业 这点呢 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学院呢 新修班里面的 这些同学们 他们呢 都有背 圣学 盛学 耿之根 那七册 就是说 家长可以请回去 我们这边有很多 他还有注音的 挺好的 有这个 罗马注音的 还有汉语拼音的 都有 你看你喜欢哪种版本 所以呢 就是 一本书一本书的 请这些小菩萨呢 去背 非常好 这是让他从小扎这个德行的根 下面呢 继续讲 古禅德曰 汝字汇取豪 我不如如 以此经 三个字字之一 这是中文呢 大德 所讲的话 那么这些话呢 都叫做 疾风语 一般这些 大德所讲的疾风语啊 旁边人 纵然他在现场听 他听不懂 只有当事人呢 才懂得这个意思 好 这是第二个字 我们再看第三个字 它是 清静佛国 乳印 自舍 底下呢 还是日本郡地老法师 所解释的 此函三一 还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 为法藏菩萨 素质身后 这个胆子旁 这个质啊 跟那个 木质旁 植物的质呢 相同 这就说明 法藏菩萨 过去身中 他的善根覆德 超过别人 我们从哪里 看得出来呢 前面经文就有 这样一句话嘛 这是讲法藏菩萨 他是 高才勇者 与世超越 作为同修 您需不希望自己也高才勇者 希望吧 那您有小孩 您需不希望自己小孩也能够高才勇者呢 甚至于他的高才还超过您 您当然更加希望这样的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佛伯上来到时间就是要做这样工作 希望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尽快地把自己内心的烦恼吸气放下 放下一分就得到一分的发洗 放下两分就得到两分的发洗 如果您哪天全都放下 那就回归自然了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还当人 还在做人 我们正常不正常 我们很不正常 人家都已经是佛了 恢复圆满的信德了 我们还在六道里面 每天 身不由主的 找种种业 真的 再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一旦错过这一身大好的机会 您想要哪一身再遇到净土法门 想要哪一身再遇到这么好的道场 想要下一辈子再遇到像师父上人这样的善知识 来教我们大家学净土法门 能不能够碰得到啊 太难太难了 真的我们这一身如果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很可能我们将得到哪里去 您看一下三道大师 在《观无量受佛经》里面的注解 他讲了一句老实话 可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话 觉得很不服 不以为然 导公怎么说呢 如果这一辈子不能去极乐世界 我们来生去山土有份 你看他话讲得那么重 其实这些话都在提起我们 真的像这个书架里面的这么多的古大的著作 我们应该要找个机会 深入 现在呢我们专学黄连老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好 他这里不就引用日本高深 郡连老法师的说法吧 还有韩国的 还有我们中国的古大的讲法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专注在这个注解上 好 如果哪天您开悟了 您再去涉猎 其他的古大的的说法 您就可以做到融会贯通 那对您呢 了解这些真相 就越发的广泛 下面呢 还是郡连老法师所说的 敬佛国土之事 久迹动达 虽佛智无所加之 这个清敬佛国 关于这桩事情呢 可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清敬佛国是果 它的因从何产生呢 从哪里产生呢 还是从清敬心产生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球 可以讲是被污染到的极处 不要说别的 诸位同修 我们就举一桩事情好了 这桩事情我们常常疏忽 您觉得超市里面 那卖的一袋一袋的米 安不安全 如果哪一天呢 您把这个米袋里面的米 请那些化验员 您出钱请他帮您测验一下 这一袋米哦 有没有化肥 有没有农药 这个米是不是改基因的 真的一知道之后啊 就发现原来我们吃的东西 就很多都是不正常的 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天天又离不开 喝的不正常 吃的不正常 您说我们这个身体 哪有不得病的道理 所以现在医生啊挺忙的 但是他忙啊 他还不一定找得出 正确的化解方法 真的在这个时代啊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一桩事情 不准生病 尤其是现在 你看这个医院 那医生多猛啊 他们现在最主要的重点 是放在哪个地方呢 抢救那些肺炎的病人 所以啊 这个极乐世界 它是达到了绝对的情境 那么 敬佛国土之事 久迹动达 虽佛志无所加之 我们能够哪一天 达到诸佛如来 这叫妙觉如来的境界 那佛所知道这个境界呢 我们以后也知道的 跟它是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顶多 只是在经文上 看到这些说法 我们还没有见到 不过呢 当我们这一生念佛 往生到西方净土之后 莲花开了 您离开这个莲花 一走出来 您光是站在莲花上 这样子四周瞄眼 请问您是什么表情呢 哇 已经很惊讶了 这么漂亮 这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所以当年这个 上的大师 他往生之前 就跟旁边的人就说 他说 我三次见过极乐世界 那所见到的极乐世界呢 跟无量寿经上 所描述的极乐世界 一模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每天 要看无量寿经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是我们将来要 终生 就是无量寿 我们在那边要住 无量节又无量节的地方 您如果不多了解 那怎么行 所以这部经一定要天天看 至少每天呢 要读一遍 我们讲最低 要看一遍 同时呢 师父上所讲的科诸啊 我们最好每天听两个小时 因为他讲一集 就是两个小时吧 再加上每天呢 多念佛 我们以此功德呢 回向求生希望进度 那这一生 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真正达到了 这就不辜负呢 法藏菩萨在音力当中 勤苦修学 这样一个心愿 时间呢 过得挺快 那我们今天呢 就暂时学习到这儿 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